死刑犯最后一餐都吃啥 此话说民以食为甜 宁作撑死汉不作饿死鬼 不同的国家断头犯可以说是各不相同 要求也是五花八门啥鬼都有 今天零七就带大家尝尝 六个臭名昭著死刑犯的断头犯 排名不分先后先到先得呀 No.1 约翰·韦恩·盖西 在常人来看他就是一个模范青年 积极现身公共事业 参与社会服务 还通过扮演自己设计的小丑形象挣钱 为慈善事业捐款 但事实上 由于童年阴影家庭不幸 男人心里扭曲极度变态 是美国著名连环杀手 江湖人称杀人小丑 为了方便行动 他把地下室变成聚会场所 用免费的酒精和小短片 引诱男孩实施侵犯 在1972年到1978年间 他共对33名男性实施酷刑 之后被判处死刑 作为曾经三家肯德基餐厅的经理 盖西十分怀念 用嘴允吸手指上油脂的触感 最后一餐 点了一份肯德基全家桶 12只炸虾 薯条 以及草莓 与第一个相比 下面这位就比较有追求了 鲁尼 李 加德纳 6岁吸 胶吸一份 10岁还吸一份 11岁进犹他州精神病院 16当了父亲 23称谋杀犯 在法院受审时 企图逃跑 枪杀律师 重伤罚警 在监狱关了25年后 因表现极其不好 于2010年6月被判处死刑 行刑前一晚 他看着指环王三部曲 悠哉悠哉的吃了苹果派牛排 龙虾 香草冰激凌 和七喜汽水 据说最后还读了本 神的审判 从1970年到1980年 他至少犯下21起 强奸并杀害的案件 嘎掉青年的蛋蛋 并用冰稿和衣架疯狂折磨 受害者遗体大多在高速公路附近找到 因此江湖人称高速公路杀手 1982年 波宁被判处死刑 与看指环王那位的淡定不同 面对死刑 男人十分害怕 一口气点了18瓶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以及三个巧克力冰剑银 希望自己能死于糖尿病 显然 这一愿望最后没有实现 他死于致命性药物 完全是咎由自觉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吃得饱饱的上路 有的毫无食欲 啥也不想吃 有的脑子就比较抽象了 不吃食物 不喝水 点了一块土 眼前这个男人名叫詹姆斯·艾德华·史密斯 1983年持枪杀害了一名男子 最终被判处死刑 1990年行刑前 他点了有史以来最奇怪的饭 一块土 人们猜测他有可能不是真的吃土 而是要举行某种污毒仪式 由于泥土不在监狱的理解范围内 因此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最后一位 维克多·哈利·费格尔 1963年28岁的费格尔 因绑架谋杀一名医生 被判处绞刑 是爱荷华州 有史以来最后一名被处决的罪犯 因为1965年 爱荷华州就正式废除了死刑 对于最后一顿饭 他尤其仅有一个要求 要一颗带核的橄榄 他死后 人们在几口袋里 发现了这枚橄榄 猜测他应该是想和这颗种子 一同埋葬 以求坟墓里长出一颗 象征和平新生的橄榄树 来抚慰死后的灵魂 表达对生的向往 在美国 大部分监狱都会满足死球 最后一顿的要求 执行前14天就会提前准备 当然 也不是毫无顾忌 为了避免犯人点满汉全席 监狱规定 金额必须限制在40美元以内 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犯人几乎可以选择任何食物 直到2011 德克萨斯州废除了这一87年的传统 停止所有特殊点餐 死刑犯只能在监狱当天的菜单上 自由选择 其他食物全在屁里 想想就好 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 劳伦斯拉塞尔布鲁尔 那年 44岁的他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谋杀犯 殴打侮辱开车拖拽一名黑人 因为行为太过恶劣 被判处死刑 行刑前 他点了两个包裹肉汁 洋葱的炸鸡排 一个三重肉培根芝士汉堡 侧面蓄有配料 一份奶酪煎蛋配碎牛肉 西红柿 甜椒和墨西哥辣椒 一大碗炒秋葵配番茄酱 一磅烧烤和半条拌面包 三份墨西哥牛排 一份大披萨 三瓶啤酒 一份蓝铃香草冰淇淋 和一份花生酱加碎花生 出于人道主义 监狱尽可能满足了他的要求 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 结果他愣是一口没吃 这种浪费食物的臭不要脸的举动 彻底惹恼了监狱 监狱长破口大骂 从此决定不再给死刑犯任何特权 啥 中国大多数会选择饺子 作为最后一顿饭 除此之外 还有吃牛肉面 扫子面 肉夹馍的 如果死刑犯喜欢喝酒 可以加一壶白酒 当然 他们也可以请求家人帮忙准备饭菜 要求基本上都会尽量满足 女行犯的话 前一晚会比较忙碌 土土指甲 修修眉 画个妆啥的 你生命中的最后一餐 最想吃什么呢 就要吃什么呢 对 吃 吃 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